鸡仔懒洋洋地趴在座位上 哈欠打个不停 看起来一脸疲倦 仿佛下一秒就要跟周公钓鱼了 不行了不行了 我得迷一下 等一下老师来了 记得叫醒我哈 嗯 放心吧 垂垂排闹钟 包你满意 此刻 垂垂正像个哨兵一样 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教室的前门 全然不知眼睛老师 已经悄无声息地从后门前入 站在了鸡仔的身旁 一脸严肃地说 看来有些同学 需要站起来听课 清醒一下了 鸡仔吓得从座位上弹起来 小声嘀咕道 哎 垂垂你也太不靠谱了 嗯 要是我可以睁着眼睛睡觉就好了 这样肯定就不会被老师抓到了 哎 我的火眼晶晶再强 也敌不过眼睛老师的无影步啊 不过 要想睁眼睡觉 不妨向猫头鹰借点智慧 这一方面 他们可是高手哦 哎 猫头鹰也需要两只眼睛站杠 来防止被老师抓到吗 猫头鹰可不会像你一样贪睡 而且他们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睡觉的 这样可以随时观察周围是否有危险 防止敌人偷袭 哦 话说他们一直保持一只眼睛睁着 不会累吗 当然不会了 猫头鹰的大脑可是很厉害的 可以做到一半休息 一半保持清醒 这样他们就可以休息的同时 又能立刻被唤醒来应对可能的危险 哦 这么说就像有一个脑总 帮助他们在睡觉时保持警惕一样 嗯 没错 这可是一种非常聪明的生存策略呢 嗯 那要是猫头鹰跟其他动物一样晚上睡觉 不就不用这么辛苦的放骚了吗 毕竟晚上可没有白天那么多危险 白天虽然没有那么多危险 但是白天太阳光光的光芒 对猫头鹰来说太耀眼了 会感到不舒服 猫头鹰的眼睛对夜晚的光线特别敏感 就像是在晚上有了一副夜视镜的小侦探 晚上出来他们可以看得更清楚 哇 原来猫头鹰的眼睛是转为黑暗时期的宝藏啊 嗯 现在开始我就要开启我的猫头鹰模式 一只眼睛学习 一只眼睛休息 哎 你这是要成为学霸界的猫头鹰吗 小心 别成了瞌睡界的鸡 哼 你就看好我的独眼学习术吧 销率反悲 边学边碎 说着 鸡仔开始尝试 一只眼睛闭上 一只眼睛睁开 多次尝试后 鸡仔竟然渐渐地 两只眼睛都要闭上了 反应过来的鸡仔慌张道 嗯 怎么自都开始跳舞了 这猫头鹰学习法 好像有点不对劲 嗯 我还是先睡一觉 再起来学习吧 温馨提示 上课打瞌睡可不是好习惯 小朋友们要注意让自己每天晚上获得足够的睡眠 白天也可以通过午休15到20分钟来缓解困倦 还可以在睡前进行适量的运动来促进星辰代谢 嫌少打瞌睡的发生 我是你的趣味随身小百合纯睡 我们下次再见